要來這八週這個系列的緣起 一方面是因為一直有新進到我們當中的鼎姊妹 可能對於到底我們是一個怎樣的團體 都需要有一些的認識 可能鼎姊妹會在我們進到我們當中 讀到我們的書部 很多時候我們說我們是主的恢復 或者有一些鼎姊妹就會說 我是在召會聚會的 也有一些說他們就會讀魏托星的書籍 理常壽頂的書籍等等 到底我們今天所聚會的 我們所作的見證 到底在聖經的裡面 在教會歷史裡面 我們站在一個怎樣的位置上呢 這個是我們聚會的緣起 另一方面 第五年 弟兄姊妹明年是2022年 剛剛好就是主的恢復 整整一百年 魏托星頂是在1922年 開始第一個地方聚會的聚會 所以到明年 主的恢復在我們的中間 整整一百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來這八堂的聚會 一方面為了新進到我們當中的頂姊妹 另一方面也為了我們自己 求主能夠給我們一個更新的項鍵好嗎 今晚我們主要會從啟示錄 第二和第三章那裡來看 到底這個教會的七個時期 頂姊妹如果從《聚會復本》 第二、第三章那裡提過七個教會 那麼有《伊弗所教會》、《聖會啦教會》 《畢加摩》的聚會、《推阿推拉》的聚會 《薩迪》的聚會、《非拉貼飛》 到最後是《盧底加》 那麼這裡有七個聚會 這七個聚會在當時 小阿世亞、今天的土耳其這個地方 这七个字会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 夏尔弗所、路底加、善美娜、菲拉帖非、萨迪、推阿推拉、别加摩等等 所以一面这七个字会是当时使徒约翰 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存在的字会 但是这七个字会也预表了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 从主复活升天、字会产生 直到主的在来的时候 整个教会的历史是可以在这七个字会里面看到的 所以在《恢复本圣经》纲目那里 在这七个字会旁边他也有说到 他说以忽所表征初期结束时的字会 善美娜表征受迫白的字会等等 一会儿我们会一直看下去 这里有一些文字是《艺顶交通》 他说启示录二、三章 在那里给我们看见的七个字会 我们需要回归字会的正统 第一到底什么是主真正所喜悦的呢? 第二什么是主所定罪的呢? 第三什么是主对于字会命定的道路呢? 那求主开我们眼睛 当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二、三章 看这七个字会的时候 不单是我们能够对这七个字会所表征的 那个字会的时期有所认识 我们能够从其中看见主所喜悦的 主所定罪的 还有主所命定的 那么一个人要走主的道路 就要来看启示录的二、三章 那么今天字会出了问题 启示录告诉我们怎样作 若不从这两章去沉迷道路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来作基督徒 好,那么这个图画呢 刚才我们看见一下 这七个地方的字会是在阿世亚 当时七个字会是真实的光景 但是由于启示录是一本表号的书 它也表证了字会七个的时期 就是所提从基督 復活升天 圣灵的宵冠 直到主的再来 那么在这七个时期 那个进展是这样的 第一个字会是以误所的字会 它就是一幅图画 讲到第一阶段的字会 初期的字会 那么大概它的时间就是 第一世纪末 那么第一世纪末就是 约翰完成了这个启示录 约翰的书信 还有约翰福音 那么接着来就是那个 士美娜的字会 士美娜字会就表征 在罗马帝国 迫不下受苦的字会 那么从第一世纪末 直到主后324年左右 当时那个罗马帝国的 康斯坦丁大帝 他就接受了基督教为国教为旨 所以这个受苦的阶段 整整有256之9 好 那么接着第三个字会 就是别加摩字会 那么他就表征到属世 与世联婚的字会 那么他那个 开始于就是 康斯坦丁 接纳了基督教 直至主后590年 教皇制度建立为止 那么这些呢 我们稍后会再细细的看 后面这四个教会呢 请留意在经文的本身呢 主在这四个教会里面 都提到他的在来 所以后面这四个教会呢 在时间上呢 是一直存在到主的回来 意思是说今天呢 我们呢 能够找到呢 这四个教会所表征的 好 第一个是推下推拉的教会 他呢 预表到呢 那个背道的教会 那其实呢 就指着那个罗马天主教 就是从这个呢 第六世纪 主后590年 教皇制度确立 直到 这个世代的结束 主回来之前 推下推拉教会 所表征的背道的教会 都会一直的存在 下一个呢 就是那个撒迪的教会 预表了这个根正教 那从十六世纪 就是呢 整整五百年前 主后1517年 这个马丁路德 开始呢 这个改教运动 那由这个撒迪 所表征的根正教的教会 也都呢 一直会存在 直到呢 主的在来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 非拉铁非的教会 他预言到呢 弟兄相爱的教会 讲到呢 正当教会生活的 那个灰服 那开始于呢 大概 距离现在是200年了 那个1827年 在英国 主兴起了呢 一帮的弟兄们 那他们呢 在中派 在分裂的制度之下呢 分别出来 实行按着圣经 实行呢 教会生活 那这个非拉铁非 教会所表征的 也都会一直呢 存在 直到呢 主第二次的显现为止 那还有第七个智慧呢 就是这个老底家的智慧 那他就表证到呢 从这个十九世纪初 就是刚才所说的 在英国的 弟兄们 但后来呢 他们所恢复的 他们呢 他堕落 所以呢 就讲到呢 在一个堕落后的 智慧生活 就从这个十九世纪末 直到呢 主的回来 那简单的 这七个智慧呢 就给弟兄姊妹看见呢 智慧在七个时期的 一个进展 那么在这里有一幅图啊 当时亚世亚的一个散会来的 是一个呢 相当 可以这么说一下 繁荣的地方 那么保罗在那里呢 盡职 停留过两三年的时间 那么后来呢 约翰呢 也都在那里服侍 那么当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 以忽所的名呢 就是呢 可善无的 他的意思 那么他就描绘到呢 早期的召会 从使徒时代 一路开始到大概呢 主后一百年左右 对主来说呢 仍是可善无的 主对他呢 仍然呢 很有期待的 但是呢 在 以忽所召会 这一封书信里面呢 主有一个的警告 或者说呢 扎鼻子呢 以忽所的召会 离弃了呢 对主 起初的爱 那么在这里呢 就说过 在以忽所的召会 虽然呢 他有好的行为 他为主呢 牢碎 有忍耐 也都呢 试验出假仕途 但是 他却离弃了呢 对主 起初的爱 那么而离弃 起初的爱呢 就是召会在 以后各个阶段中 一切堕落的 那个根源 那个源头 就源于呢 失去了 对主呢 起初的那个爱 那么唯有爱呢 能够保守我们 与主呢 有正确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呢 读到主呢 对以忽所 教会的那个警告的时候 求主呢 恢复我们 这个呢 起初的爱 以呢 这个上好的爱呢 来到爱主 基督呢 来到居首位 好 那么接着来呢 我们呢 就往前呢 看关于呢 这个是美拿的召会 这个受苦的召会 那么在头三个世纪 撒旦呢 尝试 借着呢 罗马帝国的迫伯 来到呢 毁灭召会 那么呢 这个是美拿呢 在那个原文里面 Mirna 就是抹药的意思 是一种香料 表证呢 受苦 那么表证呢 罗马帝国 对召会的迫伯 就从呢 这个第一世纪 末 可以这么说 保罗的晚年 就已经开始呢 这个迫伯 直到呢 主后三八二十四年 第四世纪初 那么在那里呢 在是美拿这封书信里面呢 主没有任何责备的话 主在那里呢 鼓励他们 他说你将要受的苦 你呢 不用怕 在是美拿的召会呢 我们看到耶稣 苦难的集体延续 他真是耶稣的见证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一些图画 等于我们可以看到 早期 在是美拿召会所 表征的召会时期呢 信徒所受到的迫伯 那么这一个图呢 就说到 他们被那个该杀 绑在火把上面 将他们制成火把 然后呢 排列在花园当中 那么到夜晚的时候呢 就将一个火把 就连着人 这样来到烧 那么下面这个图呢 就说到 将信徒放在那个斗兽墙 然后呢 叫他们披上那些兽皮 然后就放那些野兽 狮子啊 这样出来 将信徒活生生的撕裂 甚至咬死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启示录二章十节 主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不要致死终信 我就刺激你那生命的冠冕 那么这里十日呢 是一个表征 预致召会在罗马帝国之下 所受的十次大迫迫 那么期间呢 就是从第一世纪后半 这个该杀尼罗开始 那么这个尼罗呢 保罗和彼得 也都是在尼罗的统治时期 殉道的 那么到第四世纪初的 看事坦兵为止 那么整整十次的大迫迫 那么无论魔鬼撒旦 但藉着罗马的该杀 煽动起多厉害的迫迫 尽其所能要摧毁 消除智会 他们总不能将它征服并了结 历史证明 这位死过又活之 永活基督的智会 凭着不能毁坏的复活生命 得性的抵抗了迫迫 并且昌盛的凡真 在这个主后三十几年 意思就是智会产生 直到主后一百年左右 就是史图约翰的晚年 那么这一段的时间 早期智会是由以忽所 智会所表征 那么从这一段中间 就到这个主后三百二十四年左右 就是士梅拉智会所表征 在这段时间 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智会的迫白 那么在这里我们有一些资料补充 那么他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 十次主要的迫白 那么一个历史学家 他就将罗马帝国的迫白 分为尼罗 那么这个尼罗就是刚才所提 保罗 比特都是殉道在他执政 迫白的时候 那么到这个多米田 就是一个使徒约翰 那么当时就已经是主后九十几一百年左右 那么接着还有其他的王 那么最后一位叫做大克里仙等 整整足足十个时期 那么说到这个尼罗皇帝 这个尼罗 那么他对基督徒那个迫白 极其残暴 他逼使基督徒穿上瘦皮 然后将他们放在斗兽场上面 让他们被野兽来撕裂 也都将基督徒跟光草捆在一起 制成照亮他原油会的火把 那么有一个教父叫格尼勉克兰 那么在他的技术里面 他说保罗和比特 都是在这个尼罗的迫害中殉道的 好 那么到这个尼罗死后 就到这个多米田 这个该神 那么他是继续逮捕基督徒 要求八姓 称他为主 为神 那么传说下 使徒约翰就是在这个多米田期间 被放逐到拔摩海岛 那么在那里他就写成启示录 那么后来就再接着一个叫做陶拉真 那么他就将一切坚持承认自己 是基督徒的人下令处决 那么在他的统治下 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都被钉了十字架 而安提亚的主教尼格那提 就死于狮子之口 那么士美那 有个主教叫做波雷卡波利卡 也都在这个皮亚斯大帝任来殉道 那么在这些年间 基本上就是一些受极大迫害的年间 那么到主后303年 就这个叫戴克尼仙 要求罗马公民有统一的信仰 那么他下令焚烧圣经 而且命令所有基督徒要献祭 或者吃这个拜偶像之物 那么他又将那些祭酒 灑在市场上 所出售的食物上面 那么使基督徒在背叛信仰 和饿死之间来作抉择 意思就是说要不你就不吃 你就饿死 如果你要吃的话 因为连买那些食物 都耍过祭那些偶像的酒 甚至教会历史学家 叫做优西比乌 他都在这些年间受害 那么他就亲手记下 迫害者的暴行 和殉道者的事迹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这个叫波雷卡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士美娜教会 士美娜教会的一个监督 相传一下他86岁那年 人来捉他他就走掉了 但是在一个晚上他就发梦 梦见他的床被火烧掉 那么他就知道 是主给他的一个异象 他要为主殉道 那么结果有人就来捉他 那么当人来捉他的时候 那些人就很稀奇 为什么在他面识上面 他是这么宁静、这么平安的呢 那么他就要求 他说你给一个钟头我土局 那么那些捉拿他的人都感到懊悔 但是结果仍然要将他 交到那个总督手里面 那么预备在市外 就用木头来烧死他 那么人见他已经年纪这么大了 86岁就不忍心想将他处死 就跟他说 只要你肯说一声 你不认识耶稣就放他了 但是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不能否认他 他说86年以来 主没有改变他的恩典 神从来没有规待过我 我怎能否认他呢 那么结果那些人就点火来烧他 那么这个波雷卡就在火里面赚美神 那么兵就用那个枪来刺他 结果他流出很多的鲜血 那么当他下半身都已经被烧焦的时候 他仍然在那里说话 他就说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 我今天能有机会用我的生命来作见证 所以左上角的这幅图画 就说到这个描述到这个波雷卡 他在为主殉道的时候 那种感人的情形 好 那么接着来 从这个士美娜 我们就往前 去到这个别加摩的教会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撒旦在头三个世纪下 接近二百五六十年之间 他没有办法借着罗马帝国的迫害 来到毁灭教会的时候 撒旦就改变他的战略 他就藉着看事坦丁 他在主后三百二十四年 接纳了教会 教会为国教 来到败坏教会 那么我们就来到第三个教会 别加摩所表征 别加摩他的原文意思就是结婚 就是含事联合的意思 表征是属世与世联婚的教会 就是刚才所说的主后三百二十四年所开始 那么在那里主特别责备 这个别加摩就说 他说你们吃了祭偶像芝麻 意思就是说 他们在那里拜了偶像 并且行淫乱 当然包括属灵的人 这个就是那个汉士坦丁 这个汉士坦丁就战略和政治的影响 结果很多不信的人就受责 所谓的加入教会 叫教会得着畸形的庞大 自会因为受到罗马帝国的欢迎 就回到世界 那么在神的眼中 这个智慧就与世联婚的智慧 好 讲到这个汉士坦丁 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 那么他说这个汉士坦丁 在一场战役 叫做木纳威侨的战役里面 他就有看见一个异象 就以基督教的十字架 作为他军标次 结果他就赢了大胜 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就立刻在他统治的境内 停止对基督徒的限制和迫害 那么在主后324年 这个君士坦丁 他就一统天下 结果他就公开支持基督教 也都在第二年发出一个通语 要劝告神民信奉基督教 那么当然有史学家就认为 这个君士坦丁 他之所以拥护基督教 是有他政治的目的的 当他登位之后 基督教就成为了合法的宗教 漸漸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那么教会在很多方面都享有特权的 升职人员就不需要当兵 教会的产业不需要纳税 国家资助教会兴建礼拜堂 全国星期日休息 方便基督徒崇拜 而且在康斯坦丁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就更加积极地 要将基督教成为国教 那么在主后341年 那么他就下令禁止异教的祭典 再过了五年 他就下令禁止异教的妙语的参拜 再过几年之后 他下令将参与异教祭典者处死 这样的结果 他说很多心底里面 还是信奉异教的 就没有不能不放弃他们的信仰 而且为了利益 就要受洗 加入教会 他说就在那二三十年间 军队中的士兵 还有其他的公民 纷纷的集体来受洗 教会突然间涌入一批 并不是真心悔改的人 那么他们这帮人 就将他们旧有的信仰 或者他们那些敬拜的习惯 都带到教会里面 于是教会就开始 越来越细续化了 主在那个启示录二章十四十五节 讲到别加摩的时候 主说有几件事要扎臂 因为在里那里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 叫他们核製偶像之物 并且行淫乱 十五节接着讲 里那里也有人照样持守 尼哥拉党的教训 在别加摩教会这里 起码有两个教训 一个是巴兰的教训 巴兰的教训在淑灵的应用上 就是他使信徒离开了基督 这一个人为 转去拜偶像 从享受基督 转去犯了淑灵的淫乱 而尼哥拉党的教训在淑灵的应用上 就破坏了信徒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那个活的功用 结果主的身体就没办法得着一个彰显 所以这个巴兰的教训 主要就是破坏基督身体的头 叫信徒偏离开 以基督这个独一的人为对他的享受 而尼哥拉党的教训就破坏了基督身体 肢体上面的那个功用 所以巴兰的教训再加上尼哥拉党的教训 对基督身体这个建造或者建政就带来极大的破坏 好 由这个别加摩再往前 就去到这个推压推拉的教训 这个推压推拉的教训 它其实就是接触一下 刚才所说的别加摩教训所表证 这个熟世教训的再进一步 这个推压推拉教训按照原文 就是说到香的祭祀 不断的祭祀 它的表证就是背道的教训 就是罗马天主教 就从这个第六世纪后期开始 那么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 主对于一个推压推拉的责备就说 他说你在那里有那个耶洗别的教训 教到我的努力引诱他们行淫乱 并且吃剂偶像之物 那么在推压推拉召回预表罗马天主教 在第六世纪后期 普世教皇制度的建立 所完全形成的背道教会 这个图画就是今天罗马的梵帝纲 好 这里有一些补充资料 在这个军事坦丁以后 天主教漸漸就成形了 那么在主后五百九十年下 有一个人叫做大贵格利 那么他就出任教皇 大职终身成为中世纪教皇制度之始 那么这个教皇 原来他原文的意思就是父亲的意思 那么天主教就以马太福音十六章作为那个根据 就将彼得尊封为圣经中第一位教皇 主说我要将这个诸天之国的约时给彼得 那么结果他们就以这个就说 彼得就是圣经里面第一位的教皇 那么好了 这个大贵格利 他整顿罗马的公共事务 组织军队 驱逐伦巴底人 那么罗马教廷逐渐 就成为意大利最强大最有力的权力机构 定定了教皇上誉和教皇无误论 那么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教皇的言论和圣经的权威同等 教皇所说的就等同圣经所说的权威 也都赐予教皇有赦罪的权并 那么所以有历史学家这样记载 他说中古世纪这个教皇制度 带来的是什么呢 严重的腐败 教义上因为邪恶的义教实行而发教 道德上更是败落之极 很大多的教皇都涉及罪恶 贵赂性职 夺权 暗杀 焚烧圣经 屠杀圣徒之事 陈出不穷 所以有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淫妇的正体 那么在这个初信造就 第45篇 《毅托星顶》列出八个点 讲到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背道 那么我们简单读一读 第一 明文讲到的 有两个基本的罪 就是恒奸淫和祭偶像之谋 第二 他以玛利亚代替了希腊女神 一会儿我们就有一些资料可以补充的 第三 太阳节就变成了圣诞节 第四 外邦的庙就变成了神的殿 第五 犹太教的祭司就变成了神父 第六 加上外教迷信的东西 第七 就是充满了偶像 那么第八 就是跪拜这个殉道者的鞋骨 那么在《生命读经》里面 也都提到有一本书叫做《两个巴比伦》 那么这本《两个巴比伦》的书 其实就是一本布露罗马天主教 他里面那个信背道的情形 那么他说 例如他说在梵蒂冠有一幅 表明神圣三一的画像 那么在这幅画像上面 有代表父的一个老人 有代表子的一个青年当中 那么有一个年轻女子 就被称为子神的母亲 那么然后在这三者上面 还有表明圣灵的甲子 那么他说照着这幅的图画 马利亚就被列在神格之中 那么三一神就成为了四一 那么他说这个是何等的教 意思就是说 纯正的信仰就在那里 变得不纯正 变得有参集 那么另外 《两个巴比伦》这本书又提到 他说原来所有的异教 都是源于这个巴比伦的宗教 他说例如零六 首创圣母马利亚 和他婴孩的图画 那么原来这幅图画的背后 是一个乱伦的邪恶故事 那么但是他说这幅图画 竟然被带进天主教里面 就出现为马利亚 和耶稣的图画 那么你们已经说过 他小时候曾经在中国的寺庙 看见有一幅画 就是一个女人 和一个婴孩的图画 那么后来 当他长大的时候 他又在天主教堂 看到同样的图画 当时他就非常的惊讶 那么最后呢 帝兄就动释 原来其实都是有相同的源头 而这个源头都是源于 巴比伦的宗教 结果就滲入到 中国传统的民族信仰 也都滲入到天主教的里面 那么所以他说天主教 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就惊讶 他就发现 为什么圣母和婴孩的寺 早已至于那个佛庙当中 那么他在日本 在印度都有同样的情形 同样的图画 有不同的名称 出现在各处 但是那个起源 都是能够追索到 巴比的灵路 那么这个例子就说明 他说每一种的宗教 都是巴比伦 宗教的一种的发展 所有的宗教都起源于一个 属魔鬼的源头 就是古巴比伦 所以下这个两个巴比伦 这本书呢 他就暴露出 罗马天主教 是如何的背道 好 那接着呢 从这个主后590年 直到1000年左右 到这个主后1517年 主这个的行动呢 就再有一个往前 往前到这个杀敌的召唤 所表征的那个改革 改革的召唤 那么这个改革的运动呢 可以这么说 是神 对于这个背道 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反应 1000年过去了 神呢 在那里呢 有行动 神在那里呢 有反应 好 那么在这里 这个杀敌的原文呢 就是余素 余圣者 或者恢复的意思 那么他就预表到呢 改革的根正教 就从这个主后1517年 开始 马丁路德呢 是一个代表的人物 那么我们下一周呢 会更加集中呢 讲从这个16世纪 到呢 20世纪 主呢 那个恢复的历史 那么今晚呢 我们简单的 在这里呢 交代一下 那么他说 改革呢 是由少数余性的信徒 完成的 因此呢 这帮余圣者 所带来的一个恢复 那么这里有一个表 就讲到呢 这个基督根正教 和呢 罗马天主教 那个分别 那么我们简单 可以看一看 在罗马天主教里面 他们有的圣经 73卷 还有呢 他们有的传统 和教会 但是呢 在根正教的里面 在这个 撒迪教会所表证的 唯独圣经 旧约39卷 新约27卷 总共66卷的圣经 在罗马天主教里面 他们呢 有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还有圣母 还有圣人 在这个根正教里面呢 他们恢复到 唯独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有两个唯独 唯独圣经 唯独呢 这位主的自己 好 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呢 有需要呢 有善恨 有功绩 有洗礼 有保随 那么呢 根正教里面恢复的就是 恩信清言 是一个白白的恩典 那么说到呢 这个重申的时候 在罗马天主教呢 有洗礼 有圣礼宗 恩典的注入 但是呢 在根正教里面呢 我们相信是 圣灵的工作 从灵生的 就是灵 就是水和灵生的 就能够进入神的国 那么在天主教里面呢 有告解 有洗礼 有善恨 有怜慾 在根正教里面呢 恢复到 圣经所说的 我们认罪 我们悔改 我们接受呢 耶稣基督作救主 在天主教里面呢 祭司是神职人员 在根正教里面 恢复呢 信徒皆祭司 每一个的信徒 都是呢 服侍神的祭司 天主教里面呢 有承传 教宗无悟啊 还有呢 要听教会 所以呢 在天主教里面 圣经 不单止圣经是权兵 教宗更是那个权兵 教会也是那个权兵 但是呢 在根正教里面 基督是教会的主 耶稣是主 Amen 在罗马天主教里面 识经的是教会 在根正教里面呢 识经的是圣灵 我们呢 凭着圣灵的开启 来到呢 进入神的话语 得着圣灵的启示 那么对玛利亚的认识呢 罗马天主教呢 说到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 玛利亚呢 也都升天 那么在根正教里面呢 是有玛利亚 玛利亚呢 是耶稣 在地上的母亲 他仅仅就是一个人而已了 等等 好 那么我们呢 再看一下 这个呢 根正教就是呢 将曾经失去的 藉着这个改革的运动所恢复 那藉着马丁路德 有两件呢 最基本的 一就是呢 那个恩信清疑 不需要呢 买负罪券 不需要呢 怎样的惨悔 我们藉着信 得着呢 清疑 第二 圣经得着公开 那这个呢 就是 刚刚好 四年前 那呢 就 德国那里呢 他们呢 纪念到 马丁路德 改革 五百周年的时候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和 的 Reformation 好了 那么在这里呢 主就说一下 主跟我们说一下 你要警醒 坚守呢 那圣下将要 衰微的 因我没有 见到你的行为 在我面前 有一样呢 是完成的 那所以呢 在 杀敌所表征 这个根正教的运动里面呢 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呢 他们所恢复的 却衰微 他明明呢 我明是活的 他成为呢 死的 所以在神的眼中 改革的智慧 并没有呢 没有呢 完成的工作 没有办法呢 将神的那个行动 或者呢 神的旨意呢 得着完成 好 那么这里 主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明你是活的 其实呢 是死的 那么这里就说一下 他说 马丁路德 1517年 成功改革 脱离了呢 这个罗马天主教 那么这个新教呢 统称为 基督教 那么 没有统一的制度 各自为正 那么国教派呢 有德国的路德会 英国的圣公会 宗教呢 就有掌路会 浸讯会 圣教会 还有灵敏堂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也都解释了 很多呢 福音朋友 甚至初信者 他们都会问 哎 为什么 今天呢 会有 所谓 那么多的教会呢 那么多的派别呢 同一本圣经 同一位神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因为呢 从这个改革 运动呢 所带下来的 好 那么他说呢 接着一下 虽然呢 根正教主张恩信称宜 但是呢 有很多天主教的胜礼 和仪式呢 仍然被保存下来哦 那么经过百多年间呢 慢慢呢 根正教逐渐就出于懒疤 他起手那种澎湃的活力呢 就不复存在 那么这个正正呢 应验了主的话 安明你是活的 其实呢 是成的 好 那么然后呢 就住 撒敌召会 落到那种呢 死沉的光景里面呢 神呢 去到这个 十九世纪初 就呢 再有一个的反应 或者说呢 再有进一步 那个恢复的行动 那么这个呢 就是 非拉贴妃召会所表征 恢复的召会 那么而非拉贴妃呢 他遥问菲律达菲 就是帝兴相爱的召会 好 那么这个帝兴相爱的召会呢 就是在十九世纪初 主在英国 兴起帝兴会 所恢复的正当召会生活 那么后来的人呢 就称他们为帝兴会 其实他们没有称自己为帝兴会 他们呢 不称自己是任何的会 他们就很简单 称自己为一帮呢 帝兴门 那从现在距离呢 整整是二百年了 是一八二七年 他们兴起呢 第一处的召会 好 那么在那里呢 主在启示录呢 说到非拉贴妃召会的时候 主就称他 因为你们稍微有一点的能力 有一层呢 遵守我的话 没有呢 否认我的名 恢复的召会呢 第一 完全回到呢 主的话上 第二呢 弃着主耶稣 基督之外 一切的名 非拉贴妃有一个很强的标记 第一 在那里有主的话 第二 在那里呢 有主的名 好 那么有些资料 他说 背道的召会 偏离了主的话 成为异端 就是罗马天主教 所表征的 那么改革的召会呢 就是由马丁路德 所带进的 从这个十六 十七 十八世纪 多少呢 都有恢复到主的话上面 但是很可惜 他们呢 否认了主的名 因为呢 他们以许多别的名称 来到呢 称呼他们的自己 结果 有路德会 有卫斯利会 有圣公会 有长老会 有浸讯会 但是呢 圣经都没有 这些的会 圣经只有教会 好 那么到这个恢复的召会 就是由这个 英国的弟兄们 他们率先 所恢复的 第一 他们完全回到主的话上 第二呢 弃端主以爱的名 恢复的召会 绝对是属于主 与任何的公会无关 所以呢 召会就是召会 是神的召会 是基督的召会 在恢复的召会生活当中 再没有其他的教训 没有这个巴兰的教训 没有这个 尼哥拉党的教训 就是在别加摩 召会里面所提的 没有耶洗别的教训 就是在这个 推啊推拉 也都没有这个 撒旦 深慕之时 而从一切的异端 传统 回到纯正的话 弃绝一切 别的名 高举主的名 是恢复的召会中 最感人的见证 这个就是为何 主恢复中的召会 有主的启示和同在 并且活泼的张显主 充满了亮光 和生命的丰富 这个恢复的召会 对于贝道的天主教 和刚才所提 堕落的根正教 就作了一个相反的见证 直到主的回来 在这里 弟兄姊妹让你了解 一般的解经家 对于这个 以弗所 是美娜 别加摩 推啊推拉 包括迷撒敌 基本上都相当的一致 就是那个解经 都是解到 初期的召会 受苦的召会 越熟悉的 越政治联合了的 然后推啊推拉所表征的 罗马天主教 撒迪所表征的 改革教会 但是呢 对于很多的解经家来说 他们就没办法解到 到底非拉贴非教会所表征的 和老底家教会所表征的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教会 直到毅托星弟兄 他在这个教会的正统 1945年的时候 那么毅鼎就说 他说呢 在这个1827年 神在英国兴起的弟兄们 就是非拉贴非所表征 恢复的召会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在这个18年后 其实就是1922年 刚好 18年 主的行动就来到中国大陆 主就兴起了 毅托星弟兄 回到圣经 单纯的高举主的名 然后开始按着圣经 来实行召会生活 所以可以这么说 今天呢 我们呢 蒙主的联敏 我们是走向 非拉贴非 召会所表征的 那个道路上面 那好了 弟兄姊妹 那老底家 又表征 哪一个团体呢 那首先呢 看看老底家 原文 他就是说到平民 或者平信徒 充满了意见 充满决定 刚刚提到的 非拉贴非 是弟兄相爱 但是来到老底家的时候 就充满意见 那原来他就表征 恢复后 又堕落的召会 那呢 其实就指着呢 从这个英国起手 的弟兄会来到说 因为 1827年 这个英国的弟兄们 被主兴起 开始呢 按着圣经 实行召会生活 但是不到20年之间 他们就开始分裂 而且呢 是一再的分裂 分裂再分裂 超过千个的团体 那所以 约28年前 恢复的召会 在英国开始 在这个弟兄们当中 当时弟兄会的光景 非常的美好 是召会生活 真正的恢复 然而呢 没有持续很久 很多的弟兄们的召会 已经变成 老底家的召会 正如主 在启示录三章所警告 既然温水 也不热 也不难 那主说 我就要将你 从我口中吐出来 因为你自己说 我是腹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刀不决 他不知道 你是哪个困苦 可烈 贫穷 核眼 赤身的 恢复又堕落的召会 一旦成为温水 就不适合于主的行动 只唯有从主的口中 鼻吐出去 一面他们夸耀 自己在道理知识上的腹足 但是他却不知道 他们在生命上 在经历上的贫困 在熟灵 那个视力上的核压 却有在行为上 在彰显上的赤身 最后 鼻子妹 我们交通 这七个有一个简单的总结 好吗 从初期的召会 就延伸到受苦的召会 受苦的召会 撒旦改变他的策略 就转变成为 这个熟世的召会 熟世的召会 最终就变成 这个背道的召会 就是罗马天主教 所以可以这么说 早期三个召会 在时间上 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 直到成为了推下推拉 所表征背道的召会 罗马天主教 那好了 从罗马天主教开始 直到这个老底家 这四个召会 是同时并存 直到主的回来 推下推拉 背道的召会 偏离了主的话 撒迪改革的召会 他们高举主名以外的名 那么非拉贴非的召会 他们恢复的召会 第一 回到主的话上 第二 高举主的名 而老底家的召会 恢复后又堕落 变成不难不临 那请留意一下 在看事录二三章 提到这四个召会 在这四个召会 那个书信里面 主都提到 他说我的来 所以主在这里 明言这四个召会 会同时存在 直到主的回来 那么好了 弟兄姐妹 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到底我们在哪里 我们不应该在 背道的罗马天主教里面 我们也不应该 在这个改革的中派里面 主的怜悯 我们应该走在 恢复的路上 但是我们要 蒙主怜悯 我们也要警醒 不要从恢复的召会 成为堕落的召会 在这个艺弟兄 一个交通里面 他就说 他说今天 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得挑选 自己教会的道路 要跟从罗马 教合一呢 还是要跟从 跟正教 那么多的中派呢 或者我要行走 飞拉铁飞的路 或者作一个老底家的人 我们要学习 站在飞拉铁飞的地位上 总是遵守主的话 不弃绝处的名 求神赐福给他的儿女 吸弟兄们 在教会的事情上 能够走一条正直的路 那么这个是艺鼎在初信造就里面 所交通的话 求主呢 藉着一下 晚上我们这样呢 有一些简单的交通 来到呢 看见启示录 第二到第三章 这七个教会所表证的 主的怜悯 让我们能够走在 飞拉铁飞的 召会这条的路上面 好吗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有一个注解下 顶说 这四类的召会 都要呢 传流到呢 主的回来 无疑的 唯有恢复的召会 能够成就神永远的定旨 也都唯有呢 恢复的召会 是主所要的 我们必须呢 接受主的选择 希望呢 带着简单的交通 顶只能看见 今天 到底 当我们说呢 我们是主的恢复 当我们说呢 我们在读过 召会生活的时候 我们呢 是走在 飞拉铁飞的路上 站在飞拉铁飞的地位上 单单的 在这里呢 遵守主的话 在这里呢 不弃绝主的命